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給我只在飄而已 後來就不會撞了 他怕了什麼事 那Jush你剛剛好像做得好像有點吃力 在原地裡 不過沒關係 這可能對你來說有點難 那我們試試看另外一個 OK 呃 是什麼 這個是蠻簡單的 這個蠻簡單的 可以聊這麼小的嗎 嗨嗨 我是Jack 歡迎收看下集的運動日記 那今天呢我們要繼續來跟運動老師來學自由式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進階到打水的詢問 沒錯 上次Jush你有室游的時候 我發現你的打腿有點太僵硬 不過沒關係 可能會傳一些關心水動作來做 那打水有一個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用大腿去帶動小腿 而不是只有單腿去動小腿 彎膝蓋去動小腿 所以第一個練習動作 我希望下集可以試著讓雙腳伸直 然後用大腿來帶動 所以我膝蓋就不要玩了嗎 對 膝蓋先讓它不要玩 然後當你學會大腿帶動小腿的時候 跟它會不會玩 但你擲起來就會越來越輕鬆 比較沈體一點 OK OK 好那 可以先示範一下給我看好 雙手拿在股板的後面 然後跟上次一樣的鄧強 一隻腳在後面 然後淨淋 快點 我可以試著 放一點腳踝 再放輕鬆一點 讓你的腳掌 你不要刻意去控制你的腳掌的動作 你只要控制你的大腿上下反動 那腳掌就讓它像邊直一樣去甩 所以腳掌不是要拚著 是要放鬆的 對 讓它放鬆去甩 這樣你前進就比較有動力 不像剛剛那樣都在原地 對 好 看完教練示範 換Josh上場練習囉 欸欸欸 前進啊 怎麼不動了 我只在飄而已啊 我好像不會動啊 那Josh 你剛剛好像做得好像有點實力 你的原地 不過沒關係 其實這可能對你來說有點難 那我們試試看另外一個 OK 是什麼 這個蠻簡單的 這個蠻簡單的 你不要這麼笑的嗎 你要很放鬆很放鬆才會到 一般的打水它是介於水面跟水下的一個打水 那其實它會有一個阻力的變化 那現在把打水全部拉到水下 那阻力的部分它就會變成比較單一 這樣可以讓大家可以比較快的去感受到水中的阻力 對 那也可以比較快適應 怎麼樣可以比較放鬆的在水中打水 水中打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 倒不倒滾幹 哈哈 為什麼是滾幹 OK Josh 你剛剛好像有點在原地打水的感覺 對 那這個動作可能對你來說 現階段有點困 不過沒關係 那我們試試看另外一個技術動作 看能不能幫助到 OK OK 那我們下一個技術動作 我們要讓Josh試試看 呃 側邊打水 OK OK 側邊打水 那我們剛剛都是正面打水的部分 對 現在我們側邊打水 我們就是 如果你是要打左邊 就是右手抓著補板 左手貼著大水 OK 我來示範一次喔 好 側邊打水 可以讓大家可以 學習怎麼樣在水中進行 直線型的打水 那對 呃 腳的部分呢 也可以比較清楚的感受到 往前跟往後 要怎麼樣 呃 可以 呃 維持一樣的角度 不會說你只有往下 可是沒有往上 很多人可能在側邊打水的時候 屁股會稍稍的往後撅 會形成一個翹屁股的狀態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你的屁股往前推 讓身體層一直線 這樣打水起來會比較輕鬆 好老師我覺得今天學的這個打水啊 跟以前我小時候學的 就是我印象好像不太一樣 那小時候我們好像都是抓著牆邊 然後腳就一直踢 然後也不知道在踢什麼意思啊 那時候老師都叫我們一直踢 一直踢 今天好像會比較知道說 應該是要用大的去帶動 那比較想要問的是 就是 實際在游自由式的時候 我們打水 就是有說一定要打水花 要打大一點嗎 還是說要盡量水花小一點 會比較好 呃 應該是說它的比例 但是 你的前進動力來源應該是 會在水下的動作會是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你的水花太大 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嗯 對 當然如果你是全力在打腿的時候 水花是一定會變大 沒錯 可是你還是要把 呃 重點放在水下的動作 嗯 你的水下動作 如果你的腳還有放鬆 嗯 OK 那 呃 前進動力才會比較大 對 那 剛剛Josh 在經過一番調教之後 大腿有開始 呃 比較放鬆一點 比較放鬆 然後開始 用大腿去帶動小腿 那腳踝也有 也有比較放鬆 那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 Josh 你有覺得 踢起來比較輕鬆嗎 就 我還是覺得不太會痛 我可能還需要多點時間練習啦 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們下一集 可能就要開始 進階到 換氣 因為剛剛 在第一集我的換氣都一直 遲到嘴啦 所以希望下一集 我可以把這個換氣學好 沒問題 好 那就下一集 請大家再繼續收看 下集的運動世界 掰掰 掰掰